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3日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还有我家称身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去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向报》和《三台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这一节呢,就想讲一下美国的事 不是大统领,不过也跟他有关 就是什么呢?大统领就下来到众人皆知了 肯定是树倒胡宣散的了 但是究竟我们昨天在《正向报》也有一节讲过 他的遗产,他最大的遗产就是令到共和党 有大部分的人都跟随他 他下来之后到底哪一个人会承接到他呢? 还是他自己会上来呢? 我们会慢慢盘点 但是呢,首先用这个排除法 排除他在位呢,就有两个人 就已经说到没想咬他的位子了 在2024年大选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副总统彭斯 当人们问他,你想着怎么做的时候 他只是说一句,我会接受上帝给我的安排 第一个,众所周知是肥培奥 但是现在彭斯就落难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说要承认1月6号 这个参议院说要承认这个选举 结果这件事上他被人放在桌上 他甚至推迟了这件事 找个法官说你不要去接人家共和党 告我这件事,因为他告错人 就是他不肯去承接这个dirty job 死都不肯去接 于是现在就受到侵奋 最忠实的侵奋 林伍德大将军 直接炮轮他 就说他将会被这个... 搞定 他将会被这个处决的 因为他不忠于大统领 所以他其实已经被人kick out了 完全kick out了在2024年这件事上 看来他都玩完了 现在就剩下肥培奥了 肥培奥就是一个狡猾佬 他就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 他就借点耳朵就说过一些话 在利用他,那时候他在国外 竟然出席了特朗普的造势大会说话 结果就被人炮轮 一炮轮完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美国有条法律 就说明你当你是处于公务 一个公务员的时候 你不准去牵涉政治选举的 从此他就乱乱乱乱就收了声 而且就这边飞那边飞 甚至去讲一些跟香港 全世界有关的东西都飞来飞去的 那现在这一刻 临在大统领要下来之前 他出了几个tweet 已经野心超然若竭 司马昭司心路人皆知了 他出了些什么呢? 首先他第一个tweet就说 好像是为他的公职在那里点那样 就是说我们比起四年前 第一个tweet 有三个tweet我们可以数的 第一个就是说 比起四年前我们现在已经更加安全 在未来的日子 我会继续去 我会继续去进行我这个mission 就是我这个任务 我继续继续我们这个伟大的任务 伟大的胜利 并且讲出一个个人的故事 可能有更加多更加多 但是只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Just me Mike 哇 就是 个人崇拜 是吧 是啦 就是你大统领 是啦 踢开大统领 我们会继续我们这个动人的故事 你想讲什么呢 你个古惑佬 这个是他第一个的 他已经说 未来几日我会布置所有任务 巨大的胜利 个人的故事 只有我 Mike 哇 超然若揭啦 然后第二个 我首先要介定一件事 他所说的全部都是利用他 这个国务卿的tweeter account 去说 第二个就是一张照片 两张照片 第二个tweeter 就是所有人 包括新旧的国会 参议院的议员 就是参议院的议员 和一些 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 和他一起昂首阔步 他就这样说的 昂首阔步的定义 就是 代表美国 以这个充满尊严 人性 和专业的姿态 去代表美国做事 我们已经成功做到了 We have done it 叫swagger definition 就是我们昂首阔步的意思 就是这样 然后拍着他和那些 议院 那些共和党 资深老鬼一起走来走去 那个样子 和查党的人 一张照片就是他和 资深共和党员走的样子 另一张就是 新任 侵粉的议员一起走去 那两张照片拼在一起 就是说我是可以 connect到这两批人 第三张 更加最超然若揭的就是 特朗普坐在一张 就是他们白宫里面那些 会议室那些厅那里 特朗普坐在一边 说话 肥佩奥坐在他对面 笑骑骑和他说话 然后他所写的就是 很巨大的挑战 很伟大的团队 保障了 美国人的自由 然后下方 tap了个字 swagger 昂首阔步 就是暗示了我和 川普在平起平坐的 三张照片 而现在这三张照片 出来了 立刻有人去喷它了 肥佩奥 你的死肥佩 竟然用了公器私用 用了国务卿的个人twitter 然后就作出soft launch 他2024年的 所谓soft launch 就是大家照字面看都知道 是很软性地推出了他对于2024年的总统选举的行动 展开了 展开他的2024年竞选任务 你这个衰工 直接骂他 即是有一些疑似评论员 在这里开始骂他 他这个人 基本上是完全 是一个腐败的人 这样说 骂叉他 而肥佩奥 他已经说了 肥佩奥 是暗示了我 是会昂首勃复回来 这个华城是白宫的 那当然 他自己呢 亦都在 他临下来之前 他是 现在新近做了一件事 他是要 他要 讲坏些 人死留名 炮死留皮 他已经在 对于中国的问题上 这个衰工 已经是将 基森格那套 全部丢掉了 变成他所谓 肥佩奥的 狗 那个叫 主义 如果正义 他的肥佩奥主义 已经主导了 对于中国的态度 但是新近 他在第二件事上 也是成功的 肥佩奥主义 就是所谓这个中东 他是一手促成了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 半岛国家的和平 无论你怎么说也好 他是成功的 那当然 阿侵 阿侵就说 这个是他的胜利 因为说 找了我的女婿 去做外交特使 而成功 这个阿侵说的 这个阿侵说的 当日 当这个阿联邮 是的 阿联邮 和这个 以色列 一起签了 这个 这个条约和平 正常关系条约 那时候阿侵 就找了他的女婿 出来说 认屎认屁 但是当他认完之后 搞定了之后 是肥佩奥去做签署 所以肥佩奥也是 拿到一个功劳 但是现在 他现在决定去做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他身近就大大声说 我决定 尝试 将这个 和古巴的关系 将古巴列成 列成 这个所谓 恐怖主义国家 这样说 现在他是尝试去做这个 这个肥佩奥 到底他行不行 他是可以的 是以他的国务院 一推进 就会成功 但是可能他能禁止 拜登 可能他能禁止 他回来 也是可以的 不过 当你把一个国家 变成了恐怖主义的国家 然后再禁止 是需要漫长 擁长的程序 去将他漂白 所以其实是很认识的 他现在这样做 但万一他成功 即是说 他的蓬佩奥主义 是会 就是蓬佩奥的外交主张 是会留下 在美国那里 是 变成他的功绩 从而为他 在大选那里铺路 就铺路 就是说 这个是我的功绩 如果肥佩奥去选 这个是你的猜测 肥佩奥如果去选 就可以把这个党 是他的功绩 就是这样 但是 很坦白说 支持川普那些客人 不会就这样 调去肥佩奥那里 因为 其实肥佩奥 到最后都很不厚道 他自己和川普的距离 是不断拉远的 是 他是一直保持距离 如果一直都保持距离 他又想捉 川普那些铁票 其实我认为没什么可能 是 这个肥佩奥 其实就是枉作小人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但是他这样做法 进就可以做总统 退呢 那些人就会这样说 他退呢 至少第一 他最不适 可以作参议员 或者作一个governor 就是作州长 都可以 他是根本不会输的 他现在这样做 而他最夸张的那件事情 就是 我看见他现在 新近的那些tweet 其中一个 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和一些人握手 那些握手 他就直接 踢了Donald Trump 那个名字上去 他就写什么呢 美国政府 把错误拘留的美国人 带回家 是一个坚定不移的 优先任务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我们已经 显示出我们的决心 可以带来胜利 做得好啊 团队 下面打个字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 就是他 他是将一些 怎么说 在外国 可能被人扣留 那些人 带回家 而且他是不停地 把自己 和Trump 连接 最新近 20个小时前的一个帐户 就是这样的 他和Trump 站在一起 另一张照片 就是他在1月1日所写的 这个 就是他们的 现发宣言 独立宣言 那张纸 然后就说 1619计划 1619计划 就是说 我们美国立国 北美洲立国 是始于 现在是 民主党那边的人 说 极左那群人 说 1619计划 就是说 美国是由 1619年 第一个黑人 带来美国 第一个黑奴 带到去美国 这个才是 美国历史的开端 他们是这样写的 而是 而是 现在共和党 甚至是 南部州份 拥护 拥护 就是反对 这件事的人 就是说 你这样是曲解历史 美国的历史 是由我们的 Founder 就是 华盛顿那群人 开局当时算起的 这两个已经是 严重冲突 他呢 就和 他的tweet就是 1月1日 他和 特朗普 站在一起 是萧奇奇的 十熟九头的样子 然后说 1619 计划 是完完全全 开到车的 我们 我们的 各父门 他们叫 Founder fathers 各父门 華盛顿那批人 不是邪恶的 是高贵的 美国 是由不同的 是由一个 远大的视野 所组成一个 很完美的组合 一个完美的组合 而不是你们这些 暗示 你这个 民主党所做的 是邪恶的 我 和特朗普 才是传统的 保护者 这个意思 他这样说 是 然后他最新近最新近的 那些tweet是不停地 在那里拆自己的鞋 而且不停地拍着他和特朗普走 一月一日 他和特朗普一齐 平起平坐 走来走去 就是说 我才是特朗普的继承者 这样去做 他当然可能会枉作少人 但是他两个小时前的tweet 我现在在看 就是不停地讲他和军人的关系 以及他说什么 特朗普和金仔 聊天那些东西 我都有份的 现在都抢上去 就是超言若揭 所做的事情 而他其中有一两个tweet 連Ivanka 就是太子女 都去回覆他的 就是说 我们一定会令到 什么American Great Again 那些东西 都说了 其实 其实现在的情况 就是他想成为特朗普的继承人 万一特朗普真是 现在所有人都看 推算就是一月二十日 当拜登离开 入房那一刻 入主白宫那一刻 特朗普就会出来说 2024年我就会出来 出来 到时候 如果他真是这样做的 至不滞至不滞 肥佩奥仍然都会是国务卿 如果他是成功的话 就是他未来想做的事情 而现在他是卖个屁股给特朗普的 或者可能他会说 他瘋起来 可以这样配 以后肥佩奥会回答你 特朗普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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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 我就觉得他和特朗普反面的机会高一点 我自己个人看 我都觉得是会反面 你现在 但是两个都是狡猾的人 不会明白反面 我觉得他的优势就是 他什么都自身自害 他不会走去一趟云水 就是彭斯就被人夹了上战车 他到现在都没被人夹 是非常狡猾 这个肥佩 这样吧 就是他没错是狡猾 但是 特朗普总统不是傻 所以一见到 就是我自己看 一见到肥佩奥疏远他 他就会反面 就是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总统很看重一样 就是够不够忠诚 忠诚才是他用人的唯一标准 你看看特朗普总统 其实如果不忠诚的人 是一早就踢走了 你看看他过去四年做事就是 所以如果肥佩奥现在这样的话 就是摆明是对特朗普忠诚的话 究竟他还有没有论谈呢? 我绝对认为没有论谈 不过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是这样看 就是暂时看 他是1月1日所出的tweet 是每一个都说我和特朗普在一起 特朗普的功劳我都有份的 在外交上的功劳 就是他仍然未公开抹面 他是看着特朗普给他些什么架码 应该是这样 他是看着特朗普给他些什么架码 他在那里 特朗普也知道他在做什么 当然了 特朗普是完完全全是想做这个 摆明了 他是想选 他不选 他女儿也出来选 但是他的 他那些什么 Marco Rubio那些人 老实说 都是看菜吃饭的 我的感觉都是 也可以的 你也有你的道理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回来再说其他议题 拜拜 好 拜拜